台北市長蔣萬安上任即將滿一週年了 北市府也公布了全新施政影片 而在影片當中 蔣萬安扮演起好運專車的司機 還有老師跟公車的乘客 系數這一年來 市府推動生育補助 還有科技新世代教育 以及都更等等的政績 象徵市民人生當中的每個階段 都可以由市府全力相挺協助 科技衝擊技術教學中心 全市集 台北市長蔣萬安和產業代表 一同按下啟動按鈕 學告全台第一間 科技創新軟體技術教學中心 就在北市大安高公成立 技術教學中心 能夠把最新最快的技術跟趨勢 讓孩子讓學生即刻的掌握 讓他們了解到 整個科技變化的脈動 整合採學資源 讓學生跟上最新科技趨勢 而蔣市府團隊上了即將滿週年 全新施政影片也曝光 叫我車的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 那我們出發了 親自扮演司機開著好運專車 讓孕婦安心移動 還不止如此 從生育補助到舊學 新時代科技教育 搬家成家的都根政策 以及創業創新補助家法 人生的每個階段 都有市府陪你走過 我上任之後一直跟我們居住同仁團隊來說 我們要打造一個服務型的政府 也就是以市民為核心提供最好的政策服務 很多硬體的建制 不只是大巨蛋 都是更新 其實包括捷運的興建 所以我們都是展現一個很強大的執行力跟效率 以市民為核心 全力提供最好服務 假如按理程度 未來將繼續有感施政 讓全民看見 台北市正在改變 改變正在開始 接下來參與同楊月達 台北報導